如拉颱风逼近台湾 气象局在下午5点30分 发布了陆上颱风警报 包含屏东线 恒春半岛 都是在警戒的范围之内 而随着颱风路径持续往南 来奏修正 气象粉丝专业 台湾颱风论坛上也分析了 暴风圈预计只有涵盖高平跟台东 其他的地方 顶多是外围环流影响 特别是西半部地区 几乎宣告安全下庄 而海归颱风则预估 在礼拜五会来到琉球群岛附近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大台北跟宜兰也要留意短暂阵雨 午后对流云气发展旺盛 高雄市区下起了局部豪大雨 水淹半个冷台高 而随着苏拉台风脚步逼近 暴风圈持续扩大 气象局预估它可能以中台上线等级 逐渐影响台湾 不过预报路径再往南修 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也分析 受到海归台风的牵制力影响 苏拉的暴风圈预计只涵盖高屏跟台东 不过恒川跟台东人离台风中心较近 还是会有强风好雨 至于其他地方顶多是外围环流影响 特别是西半部几乎宣告安全下庄 在明天的时候东半部恒川半岛 下雨时间会变长 风力的部分来看的话 平东恒川半岛这些地方 可能是最有机会放到台风架 天气风险分析是吴胜宇 分析苏拉陆境难修的原因 主要是在苏拉台风的东方有海魁台风 而海南岛附近也有另一个低气压 形成了大范围的颈风低压环流 而苏拉台风未处于偏中心的位置 移动方向受到环流带动 转弯角度也越来越偏西 离台湾陆地越来越远 气象粉专观气象看天气也说明 海魁增强速度比预期还快 近几小时海魁环流十分集中 也有卷眼的迹象 预计还会持续增强 海魁台风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 那苏拉台风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一快一慢的情况底下 两者是逐渐在拉近 就会产生一些互动 气象局也提醒苏拉台风 环流虽小但结构扎实 而海魁台风预估在周五 来到琉球群岛附近 说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大台北跟宜兰也要留意短暂震雨 目前仍不排除跟苏拉台风 会产生交互作用 但还是得看未来海魁台风的强度而定 这里是于成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苏拉台风逼近 屏东市区在下午下起了好大雨 各地也开始出现淹水灾情 积水甚至达到半个轮胎高 而这两天也会是台风影响台湾 最剧烈的时间点 马路水淹成小河 一旁的电动机车几乎一半泡在水里 经过的货车也溅起惊人水花 大雨狂炸屏东 水淹半个轮胎高 骑士像是在骑水上摩托车涉水而过 连转弯都有困难 重永街排水宣洩不及 马路淹成小河还出现小水柱 居民拿扫把狂扫避免排水垢堵住 我家做漆妹了 就是已经有淹过了 从而才会做防水闸门 如果我在下一个小时 可能会再满进来 淹水淹到怕有民众事先做好防水闸门 避免水再度淹进家门 而汽车开在市区能见度非常低 因为雨刷速度干不及降雨速度 速到台风脚步逼近 屏东市区开始降下好大雨 多处道路出现积水 而30号在恒春古城将举办年度重要的树沽棚活动 今年却碰上台风搅居 制务台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家警 做好防台准备像是绑上石块 来防止东西被吹走 它顶棚也收掉啦 顶棚太受风了 全部只剩下空架只会留着而已 我们不会停下来 但是有一些安全措施 我们会有在先做 树沽棚家庄刚锁固定 就怕风势太大 竞赛队伍在攀爬过程会发生危险 而台风来势汹汹 肯定南湾也插起红旗 禁止游客下水 还是有不少人跑来观浪 很爽啊 而在屏东东流线码头 受到台风影响 31号将全日停航 因为台风才回来 31号有那个台风 就怕风浪太大 无法搭船返回奔道 游客提着行李大包小包 决定提早回程 也提醒民众 台风天风大雨大 没事尽量别出门 以免发生危险 西游苏世伟 屏东报道 日本排放福岛和处理水入海 似乎也在台湾造成了抢炎潮 再加上最近适逢 中原普渡党旗 让各流总卖场 都有销售量成长的状况 美联社更是祭出限购令 限制每个人最多 只能够购买四包 但是强调门市供货无余 好 另外民间也谣传 吃点盐是可以抗辐射的 但对此医师表示 如果要吃到相当于点片的含量 必须要吃下将近10斤的加点盐 对身体反倒是有害无益 受到日本排放核出力水影响 台湾似乎也掀起一波抢炎风潮 就有卖场业者紧急寄出限购令 现场购买盐巴 每人最多买四包 你一个人最多是买四包吗 对 一个人限购四包 美联社超市盐巴销量成长约两成 28号开始民众每人限购四包 但业者强调限购令不是库存不够 是希望货量可以平均分摊给需要的民众 镜头一转卖场人员 补盐巴商品的手没停过 全联和加勒福盐巴销量成长 都有二到三倍 但两家业者暂时都不会实施限购令 面对卖场近来出现这样的现象 台湾也特别曝光仓库里的库存画面 要民众放心 国内的盐巴库存量绝对够用 我刚刚早上才买一包 想说买个备用 因为有听说盐巴缺货 应该是照他们个人需求去采购就好了 而且不用太担心 民间还谣传吃点盐可以抗辐射 专家指出人体必须的文量元素 点127的确会使用在点盐 还有点片等 而放射性点则是在 核反应堆事故中产生 进入人体恐怕会对甲状腺造成伤害 而胸腔剂重症专科医师黄轩表示 成人要每天服用130毫克的点化钾 才能达到防辐射效果 但每公斤食用盐 点元素含量只有20到30毫克 等于每天要吃下近10斤的加点盐 要达到点片同样的效果的话 要吃大量的食盐 那这样大量的食盐反而会造成 可能心脏血管的疾病 或是血压高或是肾功能 跟所谓的心脏功能的一个影响 医师提醒错误观念 反倒对身体有害无益 记者 陶氏王秋名 台湾道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国内肠病毒的疫情 还在持续升温 不只就诊人次超过流行法职 还新增了今年首例肠病毒感染 并发重症的死亡个案 这是一名住在南部 十个月大的男婴 他在托育单位喝完奶之后 突然失去意识 紧急送医之后发现 双侧肺炎跟脑水肿 在当天就不幸病逝了 而另外登革热的疫情 也还在持续升温 除了出现今年第三例死亡个案 还爆发今年首例的 母子垂直感染 抹肥皂 手掌心 指甲缝 都要仔细洗过 暑假过后就是开学日 但国内的肠病毒疫情 却持续升温 还出现今年首例死亡个案 致命住在南部的 十个月大小男婴 父亲姐当天在托育单位 被喂完奶之后 突然被发现失去意识 没有呼吸心跳 电脑断层显示有双侧肺炎 跟脑水肿 减出感染肠病毒第68型 发病当天就病逝 让家长相当心痛 大家人其实都健康状况都正差 脱育的这个场所 曾经是在两个月前 有确诊过肠病毒 那到底是在哪里感染的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实的离弃 特别是气喘的这种病史 肠病毒它的特性跟鼻病毒很相近 病情比较严重 甚至有一些肢体无力的这种现象的时候 就要特别特别小心 由于死亡的男婴感染到的肠病毒第68型 主要是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 跟典型肠病毒常见的 泡疹性咽霞炎 或手足口病症状比较不同 很容易被忽略 而除了肠病毒之外 国内登革热疫情也持续延烧 还新增今年第三例死亡个案 是一名住在云林县的老翁 另外台南有一对母子 妈妈在生完男婴后 先确诊登革热 儿子在半个月后手脚出诊 最后研判是母子垂直感染 2015年的时候高医有发表 这一例呢 是我目前知道的第二例 尤其是生产前 如果被蚊子叮咬 出现登革热相关症状 就要特别小心 记者未提予淋雨 综合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